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次和大家做这个云朵蛋吐司 材料其实就很简单 只要两只蛋和两片放包就可以了 黑胡椒和香草盐都很随意 香草盐在日本超市有得买的 或者用杂香草再加盐都可以 首先我们先打蛋 之后就将蛋白和蛋黄分开 分开蛋黄的时候 其实大家会见到蛋白会在匙羹慢慢流走 小心一点就可以了 如果第一次做就分开两个碗 独立放蛋黄就会容易处理一点的 之后就用打蛋器将蛋白打至起身 把蛋白打至起身 把蛋白掉下来就可以了 先越热焗炉至160度 烤盘先放石子 第二次将池羹将蛋黄铺上放包上面 在蛋白中间手为压片 将蛋黄放上上面 如果大家想吃流心蛋黄的 就可以放入烤盘三四分钟之后 再开烤盘将蛋黄放上去 如果这样就要选择质素比较好 或者著名可以生食的蛋 就会比较安全 我们都想吃比较熟的蛋黄 所以烤之前就已经放进去 这样烤盘加热十分钟 最后就按起后加上黑胡椒和香草盐 这样就完成了 最后就按起后加上黑胡椒和香草盐 最后就按起后加上黑胡椒和香草盐 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今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记得comment like and share 还有按下小铃铛 今天新影片的时候就会通知你们了 我们下次见拜拜